你跑到里面做什么 我住在这里 至少在展览前 那你们又在这里做什么 不要闹了 现在不是玩游戏的时候 游戏 什么游戏 你们两个在跟谁说话 这是怎么回事 嗨 老弟 老弟 好久不见了 哥哥 还是长得这么帅 上次见面 应该是当年那场 秦岭大雪的时候 你说的秦岭大雪 是指当年文武南迁 没错 想起来真的是好惊险呢 经过秦岭 遇上了一场风暴 不过秦岭大雪 我们真幸运 后来竟然大家都没事 除了幸运 那也是所有运送人员的牺牲和奉献 哥 你们怎么会突然跑到库房来 我们来库房是找翠玉白菜上的中司的 如果我们不能在天亮前找到的话 就惨了 戴机大条了 对啊 是人面文归叫我们什么 何处来 何处寻 我们才会找到这个山洞扣房来的 何处来 那你们应该到翠玉白菜那里去找啊 对啊 我们怎么没想到 我们应该走了 哥 你保证哦 拜拜 下次选择 再来向我求求吧 我救命假装了 你别又把他吓跑了 让他好好休息吧 太阳球来了 我们要开放吧 大蛋哥就跟随 大蛋哥就跟随 你看 要让我们从趴着到站起来 可是一件大工程哦 没错 首先要帮我们设计造型 动作 还有喜怒哀乐各种表情 刚刚的影片好看吗 想知道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吗 其实一开始 故宫只是要做一个宣传短片 让大家认识更多国宝 故宫当时有想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创造新的 一些文物明星 所以当时我们选择这三个 那个角色 也是在有意创造故宫的新明星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想说 这台北故宫 难道只有醋浴白菜跟肉行石 或者是亲密上河图 这几件东西大家晓得吗 所以当时就在想说 我们应该 特别另外一个机会 多制造几个明星 其实我们很多宝贝 应该让多一点人认识 明星宝贝 真的是太荣幸了 就是在说我们啦 选我们当主角 可是大家一致同意的哟 我们主要是挑选 就是说 比较能够容易迷人化的角色 如果说它是一个 一个点或者一个盘 这方面在表演上 可能就比较 挑战性比较高一点 而且或许比较没那么好 因为在动画片里面 要表演 要有眼睛嘛 所以我们第一个 要考量 一定要有眼睛 然后再来呢 有手有脚 慢慢来更好表演 有嘴巴呢 可以讲话 所以一定要考量到 这些的元素 人生是一个小孩的造型 那对小孩来讲 他就会想象说 这个小孩是不是跟他一样 活蹦乱跳 所以我们就是让这个小孩子 整个活起来 站起来嘛 你看 要让我们从趴着到站起来 可是一件大工程哦 没错 首先要帮我们设计造型 动作 还有喜怒哀乐各种表情 铺公里面的婴儿诊的头 比较小一点 我们国包总工园里面的婴儿诊的头 比较大一点 和身体比例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 这个原来的婴儿诊 跟我们国包总工园的婴儿诊 的变身的样子 这就是我变身的样子 是不是很可爱呢 那么另外其实 很有趣的是 因为它原先是一个趴着的造型 所以它的衣服前面到底是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所以对这个衣服的设计 也做了很多的作用 接着还要有人帮我们设计出立体造型 还有还有帮我们上色 对啊 这叫做建模 建模之后 我们才能进入电脑中 让动画师帮我们设计表演动作 没错 这些可都是很